第1231章 砍腿狂魔舞魄 砍腿老魔 再道 其凶名响彻这片海域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当日 在一人铁线虫主要针对他的情况下 他依旧执意纵刀行凶 最后扛着14条大长腿跑路了 好腿啊 王轩感受到了来自不同宇宙的非凡道运 哪怕还在赶路中 他都依稀看到苍茫的大道痕迹扑面而来 他一路狂奔去 以迷雾覆盖身体 尽管路上还曾遇到过对立阵营的生灵 只想去破关了 神话源头 九成疆域都是道文交织的汪洋 浩瀚无边 陆地较少 他一路踏波远行 感觉比横过数片星海都远了 这片还始终不见尽头 他亚裔 这像是超凡世界的内宇宙 无边无际 但没有原著名等 现在看不到生灵了 可他依旧没有杜劫 他六魄领域全开 超神感应提升到极境 寻找更合适的净土 他什么话也不说 一路向前闯 杜劫不是小事 被人发现的话 大概率会猜测出 他是六魄者 不然 他可以再超爵士领域 低别人一个层面 究竟对抗朱迪 甚至胜之杀之 这一小撮生灵 全是至高生灵 在重塑新躯体 一个比一个来头大 无庸置疑 远超其他超爵士 差不多了吧 王轩停下 壮阔的汪洋 挣腾着霞光 他立身在海面上 扫视四方 这里应该是非常偏远的地带了 他想了想 没有立刻堵截 额骨发光 以原神尝试沟通 神话源头的精神世界 进入这片密界十年了 他也尝试探究过 但总体感觉很危险 并没有深入 现在为了杜劫 他想再看一看 那里是否合适 神话源头对应的这片领域 没有低等 高等精神世界之分 只有一层灰红 混乱 危险的空间 很快 他的真身进来了 规则碎片 还有不时闪耀的雷光 以及莫名的时空漩涡 在各处浮现 一个弄不好 就会将人吞进去 发生不测事件 王轩谨慎探索了很久 毕竟和外界隔绝着 杜劫应该会隐秘很多 但前提是 得找到相对安全的区域 肉身进入这种宏大 危险的源头般的精神世界 行动相当不便 毕竟 这里只是适合原神出没 雷铺一挂又一挂 悬在灰红的精神天地中 真是壮阔呀 王轩发现一处好地方 有这种雷霆遮掩 便是附近有人路过 都不见得能发现 一位超爵士 在此渡劫 千万别引爆此地 这些神秘的雷霆 不至于跟天结共鸣吧 王轩没敢忙着来 自己先抛砖影域 劈出去数十道闪电 检验此地 还行 无碍便是有事 大不了回归物质世界就是了 他停了下来 深吸一口气 准备先吸收部分盗域 不得不说 十四条长腿都很非凡 便是昔日 曾被他狩猎过的宣旨 其身后世界 也还有可取之处 还能为他提供盗域 别人看到的是长腿 他看到的 则是腿后对应的苍茫宇宙 隐约间能摇杆到 那种莫测的天地轮廓 模糊地横跟在室外 王轩指神游的瞬间 吸收少许盗域 便感觉过量了 因为他早就 积淀足够多 近十年以来 相当于苦修百年以上了 可以了 先渡劫吧 回头再继续 他知道 得进入舞魄领域了 不然自身都要吃撑着了 他收起这些 连着莫名非凡宇宙的腿 接着治疗伤体 手臂发光 右手五根手指流动蜜力 符纹剧烈闪耀 一人级的虫子 真的很强 王轩自语 真要被铁线虫堵住去路 以硬实力来论 他真挡不住 很久没腹伤了 他擦去嘴角的血迹 在符纹胶之中 他所有的伤都进去 身体恢复到最巅峰 动 然后 这里很突兀的 就降落下雷霆 草率了 我怎么感觉比正常的天节 强盛两三成 王轩沐浴雷光 面色凝重 和他以前杜劫相比 今日让得天雷异常危险 吃吃吃 天降仙剑 嗡嗡颤动 每一只都粗大如山月 贯穿下来 这天雷果然变态 上来就要斩暴他 来吧 王轩一声大喝 右手五指张开 规则缭绕 仙物蒸腾 五根手指微曲 仿佛拖着一片 阴晕灵气弥漫的微型宇宙 无数的仙剑是漫天雷光所化 从天空披落 全被他的那只手收过去了 哪怕粗大如磨山 现在剑体也都在缩小 没入五指尖 一时间 王轩的右手那里 剑光密密麻麻 天雷一道道 全是缩小版的光束 在那片浓缩的手中 宇宙绽放 爆开 细看的话很恐怖 雷火炼精神 只是第一步 熬出不朽体魄才是关键 王轩松开手 任一道道雷光 还有仙剑 沿着他的手臂蔓延 扩张向全身 在他自己的控制下 淬炼全身的血肉 天空中 那雷杰似乎被激怒了 带着丝丝混沌气 神圣光芒大圣 灰红的宫殿 遮天蔽日的战斧 捅破苍穹的巨大神矛 还有如同星云般的锁链 全部倾泻下来 皆为雷霆的巨线化 接着 滚滚红尘 红大城市显照 大势横更 神话星球无数 亿万生灵浮现 一卷真实的超凡界图像 是在徐徐展开 最后都向着他轰然压落过来 在精神世界渡截 果然太邪性了 各种精神领域的景物 能想到的 他都可能会具现出来 王轩面色微变 比如 当他舒展手臂 打出兽皇拳时 那张熟悉的兽皇大脸就浮现了 笑得憨厚 但是框的一声 从天外直接给他胡下来一个 遮蔽了整片天雨的巨大手掌 皆为雷霆交织所化 你这笑容真魔性 王轩对抗着 见到巨兽时代第一强者 他就想到了无 手机奇物的 不好 他心中一沉 想到谁 结果谁的模糊身影 就会在远处显现 并给他来一下狠的 景片刻见 王轩就血肉模糊 各种生灵 历代狠人 都携带无尽雷光 疯狂地轰击过来 不想 不念 世间为我 为真 为一 他让自己尽心 空明无比 所有身影都消失了 这天地间 只剩下他自己 雷霆都瞬间地停滞 没有再降落 可是下一刻 轰的一声 天上发大水 雷光整体杂落下来 如同大雨倾盆 又像是汪洋 整体坠落 天地间 尽是天结之光 将它覆盖 彻底埋上 不想不念也不行 成为了最纯粹的天雷 那我就重新 想些别的事物吧 嗯 入眼皆是道运 都可为我所用 来吧 然后 他就看到了 漫天都是大腿 形态的天结之光 向着他轰落下来 王轩 自己都看得眼睛发直 腿等于道运吗 眼下对他来说 似乎就是如此 他确定了 无论怎样 天结都没法避开 只能硬扛着 我也没想投机取巧 只是觉得 在精神世界杜结 超标了 比以往过分 想抗争下都不行 他觉得没地方讲理 只能硬挺着杜结了 这是一场外人 难以置信的天结 换个人早就被劈碎了 元神都炸末了 肉身估计 也就下点骨头渣子 王轩的舞破天结 声势太吓人了 连他都被劈得 骨断金蛇 数次倒下去 又站起来 整个人围靡不振 甚至他躺在那里 都不想动了 精神世界的天结 掺杂着奇异道遇 这倒是不错 他爬起来 坐在虚空中有新发现 继续杜结 此时 他的那些元神圣物 也都被劈得并咽咽 像是要毁掉了 如果没有他兜底 都够呛了 你们这群老崽子 跟脚可疑 源头皆有问题 以后敢叛变的话 我一个一个都亲手打死 王轩说道 尽管他将这些圣物炼化了 但是 也没有忘记继续提防 这些年 他将它们一直扔在 命土后方的世界 让特殊的大环境 去同化它们 他认为 这样最稳妥 只要元神圣物稍微有意识 那肯定会被直接同化 最后为他所用 毫无疑问 所有圣物中 那张六破阵图最强 也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现在被他扔进雷海 去洗澡了 这墙如阵图 现在也出现裂痕 需要王轩照应 他站在最后的天节余晖中 沐浴带着混沌物的闪电 元神和肉身 都将在发光 吸收其中的奇异道运 接受洗礼 结束了 他正是踏足五破领域中 成为超绝世层面的绝顶高手 现在不用怀疑 他的肉身强度 精神力量的积累等 全方位的提升了 他盘坐下来 以鼎鼓为中心 向着全身蔓延道纹 那时遇到元池在发光 流动出神圣纹落 他整个人化作一轮 璀璨的超凡骄扬 王轩杜杰留下的伤全好了 然后 他取出十四条长腿 开始在这片精神天地中闭关 都是好腿啊 他赞叹 给予最高好评 在他的超神感应中 每一条腿的后方 都有一片模糊的宇宙在转动 真正对他有效的是 腿后的宇宙道运 王轩神游天外 感悟不同苍茫宇宙的壮美 吸收他们的道运 每次摇杆完对应的宇宙 他都会点平一番 长得好看的长腿 不一定是最有用的 当然 主要也是因为 有的腿对应的宇宙道运 早年就被提取过了 万法诸王的本体虽然丑陋 但对应的那些宏大宇宙 有些真的分外古老 神秘 道运极其浓郁 这八条腿 像是黑金铸成 流动着冰冷的光泽 吸收完他们对应的宇宙道运后 足以抵王轩苦修数十年 八条腿中 有雪白的肉质 这让王轩一度怀疑 这是蜘蛛腿 还是蜘蛛蟹的腿 怎么感觉 能够烤着吃 算了 太恶心了 他可不想尝试 没那么重口味 无论是黑色的猪腿 还是宣直的白腿 都被他砌入壁履 接着 另外四条腿背后对应的神秘宇宙 也模糊地浮现出轮廓 那时道运居现化 是昔日超凡大世界的重新显照 王轩逐一在那些暗淡的宇宙 痕迹间神游 当他睁开眼睛时 这次闭关彻底结束了 吸收完所有道运后 他相当于苦修了八十五年以上 到了五破领域的后期 王轩起身 强健云衬的身段 流动着薄雾 晶莹血肉中密密麻麻 都是遇到画纹里 不用谁说 他自己清晰地感觉到自身的强大 他现在可以称之为 超绝世领域中的终极破现者 下一次再次冲关的话 他就该遛破了 今日 他的道行大幅度提升 哪怕至高生灵重走了这条路 双方遇上 他也敢直接扑上去 尝试钻对方的脖子 不管能否成功 单从气场上而言 他现在绝对有人们心中想象的 再到老魔应有的神韵了 他的精神强度 射人的姿态等 提升到同领域的最强层面了 现在他见到 谁都敢去碰撞 去逮对方 短暂休整 青年状态地再到老魔出事 砍腿狂摸又回来了 有人第一时间发现 他在现神海中 第1232章意见平推 神话源头 海天一色 壮阔的海平面上 再到老魔踏波而来 且宝像庄严 神威不可侵犯 痴妹亡两 重叩横行 来敌不轻 何以再到 他大喝着 王轩一步踏出 神海上璀璨纹落蔓延 交织成侠 轰的一声 冲向四面八方 一时间 有数位高手亮枪倒退 险些直接横飞出去 这片海域 很多人皆凛然 再到老魔重现后 非常强势 这是要主动挑事 老皮肤活腻了 我们毙掉他 有人暗中传音 组织几方阵营的人 第一时间包抄了过去 再到老魔面色淡然 覆手而行 屁腻似海 道 我有仙剑一柄 久被绝地关锁 今日魔剑归来 斩破神话六魄 老魔好狂 居然背着手就过来了 今日不杀此聊 你我有何面目 自称改路的至高生灵 如何在神话源头立足 有人说道 并招呼同伴 瞬间 三人踏海而来 和他并肩站在一起 全都是特殊的超爵士 想都不用想 必是舞魄巅峰 属于各时代无解的人物 这才开始 就有四大高手横在海面上 挡住再到老魔的去路 一个个都杀起滔天 有人手持银色天歌 有人周身假咒铿锵作响 还有人缠绕着星云般的秩序神练 直接出手了 一时间 附近这片神海都被蒸腾起来 虚空被打爆 而在前方 和他们隔海相对的再到老魔 也毫不示弱 一声断鹤 接我意见 他依旧背负一只手 但是另外一只手放在身前 承托天壮 五指微曲 张开着 在那当中 有无数璀璨的仙剑 都只有光点那么大 在他手掌 还有五指间穿行 密密麻麻 剑鸣鸣鸣 震动神海 破碎天雨 一柄仙剑飞出 呼啸着 向着前方打去 无耻老魔 这是一柄剑吗 有人呵斥 不过 他们都有心理准备 毕竟 曾看到他寄出剑到长河对付文明 现在挥动剑到云霞杀来 并不意外 王轩放出无数密密麻麻的仙剑后 此地变得异常神圣灿烂 赤红 紫盈盈 湛蓝 银白 各种仙剑 穿梭虚空中 云征霞位 宛若彩云横过 诸天锐光涌动 席卷世间 糟糕 这老魔神不可测 竟比上次还离谱 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吗 刚一交手 对面四人的面色就变了 再到的锋芒 变得势不可挡 一柄仙剑 凿穿了他们的光幕 在坑枪盛中 有天歌坑坑洼洼 而后被削断了 也有人神圣甲咒被斩碎 杀 他们阴沉着脸 这才交手 四大高手 居然就被一人压制了 然而 接下来的事情 超乎他们的预料 再到手中飞出密密麻麻的仙剑 更加的刺目了 如同飞黄 又像是漫天繁星 肆虐而下 不是河流形态 并非见到江海 但是这样每一只仙剑都璀璨 皆杀起滔天 似乎更为恐怖了 这是一场震动附近海域的大战 扑扑扑扑 僵持片刻后 一柄仙剑贯穿而过 凿穿了他们全力撑开地遇到浮温光幕 并将四人打穿 血液当时就蹦践了出来 四人被无数的细小仙剑贯穿过去 额骨碎掉 肩甲炸开 心脏爆碎 我怀疑 再到老魔将其根本印记 寄托在心躯体中 他强悍得有些过头了 同为巅峰超绝世 我们四个居然拦不住他 有人急眼 顶着破碎的头骨 拖着残缺不全的半边身子 在急速后退 躲避如同神皇过境般的仙剑 再不然的话 这老皮肤 有可能是双中急破陷者 有人说道 诸位道友 速来诛摩 四人无比狼狈 肉身都被打崩了 只剩下部分骨头架子 带着少血血肉 护着元神 急速飞顿 哪里走 再吃我一剑 王轩喊道 这次 他另外那只手 也不背负着了 两只手瓶推了出去 煞时间 他像是推动着诸天星海在前行 而且每颗大星都焚烧着 胜烈无比 那是无尽的仙剑在叠加 穿梭在这片天地间 周围确实有多位高手赶来 并强势出击了 支援四大高手 想要围剿再到老魔 但是战场中 仙剑成为星海 倾泻过去 有一人来不及躲避 惨叫着 被不断贯穿 被彻底斩爆了 纵然是其元神都没避开 他数次在其他地方 重新聚现出自身 但是 王轩锁定了他 就一个动作 平推 可谓大道质检 仙剑反复将他贯穿 最后 此人的元神舍弃残骨 冲进神话源头 对应的精神世界 可却没有用 依旧被剑光淹没了 砰的一声 他彻底炸开 超绝世之 曲行神俱灭 再到杀穿了四大高手 而且还当场灭掉一个 顿时震慑四眼 剩下的三大高手 身体各自破碎两次 元神都暗淡了 总算挣脱出去 和来源的人站在一起 一时间 天地间安静了 再到空明出尘 单手背负在身后 另一只手 托着无数光粒子般 密密麻麻的的仙剑 闭腻所有人 再到体内 有非常旺盛的本命印记 老皮肤大概是想 孤注一掷 培养出新躯体 日后他会放弃老躯 今日若是斩杀此疗 连带其本体 都要遭受重创 有人低语 认为再到的生命之光 很纯粹 异常的浓烈 这要是没有度来 大量本源印记 不会如此 可是 赶来支援的几人 都有点发怵 联手灭了再到 应该没问题 但是这个老皮肤 若是发疯 肯定能带走 他们一两人 谁愿跟着去死 一时间 七位高手立足此地 有四人都变得 较为沉默 一人领域的 那位道友呢 一人暗中问道 这个时候 需要铁线虫出面 他去追军王级 骑物去了 那是一组神圣武装 十四种不同的 违禁主才化形成 十四头圣兽 拉着战车 还有铁器开道 谁不想得道 王轩脉步 将刚才斩杀的 那个人的道运具 献出来 可惜 重复性较高 毕竟都是 对面阵营的人 他此前得到过 大量非凡道运 他向前逼去 竟让对面的 七大高手忌惮不已 一个老皮肤而已 听闻诞生于神明时代 如今已经腐朽 还敢藐视天下 让我来看一看 他是曾经的哪位神奇 有人踏步而来 睁开了很恐怖的 金色瞳孔 顿时焚烧的虚空 都扭曲了 海水直接消失 见到深渊下 可怕的海底 这是一个金发男子 他非常强 目光所及 万物消融 他像是立足在 一轮金色太阳中 周身光芒亿万缕 太璀灿夺目了 他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诸神时代的 一定顶尖的神明复苏 黄金长发飘舞 通体道运蒸腾 让这片天地都绚烂了 你曾经是一位神灵 王轩看着他 来人有诸神的气质 神韵惊人 但是 他身上也带着强服射性的力量 变异了 显然 他曾经为神 但是迁徙到了对岸 连元神都变异了 能挡住我的雷火天眼 看来 你拥有最为罕见的精神天眼 金发男子说道 诸神 据受黄庭时期的诸王 以及后面的诸圣等 都是遇到生灵 在同一个级数 在不同时代 有不同称呼而已 你是诸神时代的一位 妖神 王轩盯着他 透过重重惊瑕 看到了他的本相元神 他有金雾般的头颅 但他的身体不同 飞鸟身 像是黄金瓢虫 金色甲铐覆盖躯体 上面有14粒璀璨的银色光点 王轩 以迷雾阻挡对方的视线 隔绝对方的雷火天眼 探查自己的本质 并主动在迷雾中 呈现出部分模糊的假象 鸟族妖神变异 成为14星瓢虫 王轩亚异 对岸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让物种变幻 更迭 这种进化有点离谱 金发妖神面色冷冽 谁他们是瓢虫 他是烈日妖神 老匹夫 你的本体很朦胧 但我确定 没有在诸神中后期见过你 看来你是一位古神 那种怪物都有些问题 不成为神主或兽皇 那自身状态 肯定不怎么好 你的本体看来 确实不行了 烈日妖神一席话 透露出部分信息 他是诸神中后期的神灵 古神活到如今 大多都腐朽了 状态不佳 除非突变 成为单一六魄者 你的本源印记 有一部分寄托在新区上 荣于现实 想要活出崭新的人生 可惜 我不想给你机会啊 烈日妖神冷淡地说道 海面上一片宁静 其他人都不说话 对岸的圣灵都知道 烈日妖神确实极强 他是变异非常成功的神灵 未来的路 注定很辉煌 重走真胜路后 他有那么挤取希望 单一六魄 王轩背负双手 道 矛头小神 也敢在老夫面前装 我纵横神灵时代的时候 你的祖上都在玩尼巴呢 靠着变异改路 你的神灵本源 早已不纯粹 污浊不堪 这样岂能单一六魄 勉强为之 途中也要道果崩溃 与其如此 老夫斩了你吧 让你这新区 早点解脱上路 腐朽的老家伙 妄想乱我道心 我看还是由我送你上路吧 你这么古老 身上的道运 应该对我有些价值 烈日妖神冷悠悠地说道 并且刹那出手 一时间 金光亿万缕 到处都是浮纹火光 人物头颅璀璨 猙獰 在那里长笑 极端可怕 诸神时期的妖神 未能射人 编译后在同领域中 确实少有对手 王轩一拳挥动了出去 出示兽黄金中的秘法 单纯的肉身全硬炼到最后 就能击断道则 轰的一声 两人间火光四溅 遇到浮纹漫天 让整片天地都模糊了 而后发生恐怖的大爆炸 周围的神海 蒸干了又重现 我们一起上 杀了他 后方的几大高手 自然坐不住了 嗯 他们心惊 书弟回头 看到了一个身段恶挪 并很空灵的女子出现 踏着虚空 像是超脱在上的神主 又一位神灵到了 他们认出 这个女子名为红袖 而且 他们看到 在天际尽头 还有几人在遥望 瞬间 他们不敢妄动 被迫冷静下来 枪枪 黄金光芒撕裂苍穹 十四颗璀璨银斑 更是照耀出十四幅奇景图 那里面是诸神横空的景象 是神灵变异的场面 很恐怖 一起震杀向王轩 诸神时代结束后 很多神灵不见了 都跑到对岸去了 王轩惊异 但现在不是深思的时候 他需要对抗变异的妖神 两大高手厮杀 烈日妖神不愧为赫赫有名的变异神灵 他画出真身 黄金甲铐无比坚硬 硬抗仙剑而不损 而且 十四幅奇景图显些 将王轩困进去 杀 王轩严肃起来 大招连起来用 在枪枪声中 王轩的黄金甲铐斩暴了 这一次 他动用的是光暗之歌 那时是自觉和横自绝间的碰撞 甚至掺杂着无可有的部分争议 引爆对立的规则 形成毁灭性的光暗领域 烈日妖神甲铐暴碎后 他肉身血淋淋 一退再退 想躲进十四幅奇景中 可是 王轩连着动用杀手锏 将奇景图给展开了 扑 最终 王轩在这里图神 一位至高生灵的改路之躯 被斩掉了 搜搜搜观战的那七大高手 看了一眼王轩 又看了一眼红袖等人 转头飞顿而去 哪里走 王轩追杀 天际尽头 银发围罗出现 道 再道兄 我来助你 陆老大子喊道 再道老祖的事 就是我路坡的事 玉腾也出现 很明显 有劫难时 比谁都跑得快的组合 无危险时 也比谁都出现得快 几人路经此地 嘴上助战 可以啊 我们一起追杀 王轩说道 好嘞 不久后 巨兽熊王 青牛等也出现 并快速加入进来 雪球瞬间滚大 接着 古神卫史出现 道 猎日妖神死了 再道兄杀得好啊 这个后世的毛神 居然想起我年老体衰 妄想对我狩猎 接着 靳渊也带人加入 很快 他们几支队伍就都聚齐了 重新合一 王轩开口 趁着队岸的人都被打散了 慌不择路 我们现在立刻去杀铁献虫 我等联手 绝对能够避掉一位艺人 其实 就是我自己 也敢尝试去袭杀他 红袖点头 道 机会难得 那还等什么 出发 银发维罗很果断地加入并喊道 众人看着他 都知道这白毛不简单 最懂看风向 他们也都觉得 截杀初期的艺人问题不大 走 去宰了铁线虫 早先竟敢对我等无敛 这群人可不是一般的超爵士 杀法果断 雷厉风行 他们踏着遇到画纹里 一起遇空杀向远方 第1233章狩猎艺人 一小群特殊的超爵士 呼啸着 横空而过 向着神海深处冲去 没有一个简单之辈 真身源头不是巨兽 就是神明等 皆为之高生灵 小小一只铁线虫而已 杀掉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他们要随手抹杀一只虫子 可那其实是一位艺人 但是却被他们这样轻蔓 无他 只应揭示真胜改路 眼光高到没朋友 王轩觉得 这群人只能打顺风仗 真有事绝对靠不住 正是因为来头大 经历的多 他们一个比一个会保命 但凡出现颓势与败相 保证会争相逃顿 早先就已得到验证 就是和王轩一个队伍的白毛围罗 路坡 玉腾 甚至是红袖 在他掂量一人时 转身的功夫 几人就没影了 铁线虫死哪里去了 赶紧滚出来 一群人杀气腾腾 神石放开后 横扫前方整片海域 现在是他们最齐心的时候 士气高涨 任何一个拎出来 都是一副要单手捏死一人的霸道架势 一片海上森林横跟前方 郁郁葱葱 带着白雾 林中乱叶纷飞 传来铁骑踏破虚空的声音 有人开口 找到了 这虫子真有两下子 居然寻到十四头 圣兽拉着的战车 正在追击 我们不用急 拉开大网 趁是围堵那一群铁骑 还有起源古通战车 那组神圣武装非常出格 交给至高生灵的话 烙印进去相应等级的遇到纹理 瞬间可以成为至高战车 甲咒 圣兽等 一群人分散开来 准备参与这场争夺战 虫子一旦得手 我们立刻杀掉他 不能给他时间 在神圣武装上 诸如艺人级符文 古神卫史提醒 又补充了一句 一会儿别内斗 自然是要先干掉艺人 巨兽雄王点头 放在外面 一大群超绝世家在一起 没有遇到武器的话 也不敢去狩猎艺人 而在这里 他们却说得理所当然 这只虫子真肺 竟让那些铁骑 还有十四头圣兽跑了 有人拍大腿 一副心痛与可惜的样子 天空中出现一片时空彩雾 如同连衣荡漾 神圣武装没入当中 眨眼就不见了 那些铁骑 还有拉车的十四头圣兽 虽然还不具备强大的战力 但是 属于神话源头顶级骑物 被这里的稻泽庇护 刚才闯进自然诞生的时空漩涡 直接没引 铁骑虫一声怒吼 拎着赤红长矛 击碎一望无垠的海上森林 让这里枝叶暴碎 大浪滔天 嗯 他有所觉 获地转身 虫子 你这蠢物 多好的机会啊 好不容易要堵住战车 居然眼睁睁地看着他顿走 有人站出来 对他呵斥 另一人道 看你长成瘦竹竿式的摔样 我就知道 你福伯命伯 想狩猎无上其物 没戏 铁骑虫满头长发都飘舞了起来 树铜发出新红光束 他被气了个够呛 这些超爵士也敢挑衅他 铁骑虫 你当什么 铜为至高圣灵 你大概处在最弱的那一排 不会真以为出动一人之躯 就比我们来头大吧 在我们眼中 你眼下不过是肿中枯骨 铁骑虫真是受够了 这群人越来越过分 目前境界都没他高 却敢主动挑衅 还一而再地折辱他 这纯粹是找死 他手持赤红长矛 当做铁棍来用 横扫千军 轰的一声 前方的天穷整体爆开了 神明禁渊开口 好了 诸神眼道阵布置完毕 各自归位 站在最好的位置 进攻吧 斩杀此聊 铁骑虫吓了一跳 诸神时代演绎大道的法阵 这群可耻的老怪物 刚才故意挤兑他 拖延时间在布阵 很快 他又冷静下来 那种法阵不可能瞬间完成 这应该就是个站位的问题 连最粗糙的简陋版都算不上 都给我去死 他喝道 一时间 他枯瘦的身体 绽放遇到枝光 尤其是鹅谷那里 元神如同一轮神话小太阳 要车照永迹黑夜 不管怎样说 他现在的气场确实很强 都来自绝地 但他现在高了一个大境界 实力摆在这里 有什么可惧怕的 在周围的秘法轰过来之前 他后发先至 元神中的遇到枝光 横扫八方 针对每一个人 发动了攻击 这死虫子重点在针对我 有人说到 脚步靓抢 向后倒退 铁骗虫自然要有选择性的攻击 准备撕开一个窝口 先击毙一两人 估计就能打乱对方的节奏 果然 有人稍微后退 周围的人便躁动了 谁都不想顶在最前面 王轩看出来了 这些老家伙太惜命 如果是他们独自迫不得已对敌时 一个比一个狠 一个比一个厉害 但是 如果混在队伍中 则一个比一个滑溜 都不想承担义务 主动犯险 铁骗虫瞬息间暴涨 顶天立地 挥动长矛 绽放元神之光 主要针对一块区域 让数位超绝视横飞 嘴角挂血 该不不要崩盘吧 其实 我们能杀他 白毛为罗说道 但是 他自己都先止步了 没有立刻冲上去 铁骗虫 高耸入云 现在凶艳滔天 整片神海的水深 都直到他的脚踝处 他张嘴间 一副吞没日月的架势 再次爆裂出手 虫扣横行 恶敌不清 何以再到 这时 伴着再到的声音 无数柄仙剑突兀的出现 王轩站在迷雾中 接近高耸路苍穹的铁骗虫 像是密密麻麻的流星光束横空 倾泻下来 全部朝着铁骗虫那颗 比史前摩山 还庞大的头颅斩去 在人心不齐 一群老怪物各自惜命 各方都在迟疑时 王轩果断出击 见光亿万缕 全部落在对方头上 不得不说 他躲在迷雾中 这种突然袭杀的手段很吓人 忙过了大发凶威的一人铁骗虫 斩爆出血污 那如神铺般的发丝 断裂的瞬间 其头皮被展开 骨头铿锵作响 部分头骨被凿裂了 血液似箭 居然这么硬 虫子长骨头 他没有抱头 王轩惊异 果断转身 消失在迷雾深处 铁骗虫震怒 竟被人斩破头颅 上来就见血 而且还是他最想隔杀的那个 老匹夫再到所为 他一掌向着虚空拍去 时光扭曲 虚空崩塌 但是什么都没打中 再到踪影渺然 何以再到 凿穿术 谁都没有想到 再到老魔突兀的 在铁骗虫后脑出现 认准那个伤口再次下手 这次 无尽神侠绽放 化成密密麻麻的剑轮 先扑后计 都打在头骨碎裂处 同一个位置 扑 血液渐起 铁骗虫的头骨 这次被凿穿 一块碎骨溅落出来 相对它自身不大 可是落在海中时 却像是一块巨大的陆地 大浪激荡 铁骗虫一句话不说 但内心怒不可遏 这是个老家伙 居然没有顿走 像是狗皮羔羊 贴在他身后 又来了一次偷袭 他元神发光 普照十方 恨不得立刻将对方坟 烧成灰烬 王轩又一次消失 真的远去了 暂时避开气锋芒与怒焰 这虫子好像不咋地 竟被再到一人凿穿头骨 你我还有什么 可忌惮的 近二十位同道在此 难道要让再到专门于钱 有人开口 感觉涂掉铁线虫 并不是很艰难 杀 果然 这群人适合打顺风仗 就这么一息间 彻底转变风向 因为都觉得 虫子不怎么样 最关键的是 有事的话 再到老摩他针赶上 现在顶在最前方呢 万一惹得虫子拼命 那里会有一位 挡枪老哥在前面 带头大哥都出手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惜命 巨兽雄王喊道 王轩富匪 这带头大哥 是当盾牌用 挡刀挡枪的吧 巨兽族 也就是看着粗犷 雄壮 但是心思和其他族群 没什么两样 杀呀 一时间 喊杀震天 铁线虫遭遇严重危机 关键时刻 他想血迹一两人 震慑这群超爵士 结果那最让他痛恨的载道 又无声地出现了 这一次是光暗之歌的绽放 还在同一处伤口那里 黑暗死亡之光 与永恒的神圣之光碰撞 轰的一声 铁线虫脑洞大开 后脑那里再次被凿穿 又坠落出去 一块碎掉的头骨 血液长流 啊 他真的怒了 但是他内心也有些惧异 居然不能提前发现 载道的诡计 这就有些甚人了 虫子很弱 杀 一群超爵士 如同打了鸡血 现在一个比一个勇 全力轰杀 铁线虫又惊又怒 这是以多摇死相的节奏 他有点慌了 痛快 我都不知道多少个纪元 没有越级大战了 如今又体验了一把 酣畅淋漓啊 有人大笑 这种说法没什么错误 他们的真身都到顶了 再也无法寸进 上哪里去越级大战 铁线虫血液长流 满身都是伤口 原神发光 手中长毛横扫 但是没用 这一小撮生灵动 用各种可怕的秘法 每次都能在他身上 带起一串血花 单个上 或几个人一起上 保证都会被他灭掉 但是近二十位特殊的 生灵一起出手 真能涂掉它 没有办法 这些特殊的超爵士 含胜量有点高 此时 王轩沉入海底 找到头骨碎片 那群老怪物 对这种带着 道运的真骨不在意 因为都是从 古老时代走过来的 该去过的宇宙 都去过了 王轩不一样 当他触摸到这两块碎骨后 不禁动容 艺人级的铁线虫后面 对应着更多的 模糊宇宙轮廓 载掉这只大虫子的话 价值不小 即便和超爵士级的铁线虫 重合了部分道运 但依旧有可取之处 这片海域沸腾 开始上演群狼士虎的场景 一群含胜量非常高的 超爵士围剿一人 激烈无比 马上就要将之涂掉了 王轩折腹后 再一次出手 这次动用无与有的变化 将密密麻麻的仙剑 还有全光等 都在铁线虫伤口内部具现 这种手段确实很异常 但凡被他接触过 便能尝试 进行特殊的具现化 可传送人或者物品等 轰的一声 铁线虫反应很快 脑中原神之光大盛 疯挡这次的袭杀 但是 他的头部 还是被来了一下狠的 破碎了部分 远超前几次的伤害 噼里啪啦 他的伤口部位 骨头作响 出现多块碎片 坠落向神海中 而且 脑液都被展爆出来部分 再到老魔仅此一击 让一群特殊的超爵士眼神 都有些变化 暗自嘀咕 难怪他被兽黄盯上 这老家伙 确实有些可怕 真有带头大哥的架势了 第1234章 手机奇物的女儿 铁线虫头部剧痛 全身冒冷气 他感觉大事不妙 真要被一群超爵士 给涂掉不成 扑扑扑 接下来 他全身冒雪花 遭遇一群凶猛的超爵士 不断阻击 真支撑不住了 竟遭受了重创 远方 其实有彼岸的生灵险踪 但是 他们无人组织 且出现的人数不多 看到这一幕后 都有些发毛 没人过来 带头大哥再道 已经示范了 各位就别藏着掖着了 赶紧一起出手斩掉虫子 巨兽轻牛喊道 王轩带头大哥的名号 越来越响亮了 一小撮特殊的生灵 都触不认可了 当然 相当一批人无所谓 带头的 不都是出头的船子吗 有个人顶在前面 没什么不好 啊 铁线虫惨叫 肉身上密密麻麻 血动无数 他真的要陨落了 最后 他吹响了鼓哨 传出凄厉的声音 扩张出去很诡异的涟漪 冲向远方 他是和另外一位 艺人联手进来的 名义上是队友 但是 他却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对方在寻自身的机缘 不见得会赶来救他 况且 谁知道现在两者相聚多远 可能根本就听不到 他的求援声 现在 他也只是死马当活马医 嗯 一群老怪物生性多疑 都第一时间后撤了一段距离 怕出现反常事件 没事 先杀了他再说 眼看他就要死掉了 王轩开口 并且亲自主攻 又是第一个杀过去了 众人近待片刻 发现真没什么特殊事件发生 瞬息间 攻击更猛烈了 铁线虫的肉身在快速崩溃 猿神再暗淡 被多次击穿 这绝对是一群狠人 有各种不可想象的秘法 杀伤力巨大 让王轩看得都惊异 露出凝重之色 妙法真不少 都值得借鉴 哄 突然 一只漆黑的大蝙蝠 拎着银色的开天巨斧 从天而降 带着不加掩饰的艺人级波动 王轩正在猛攻捶死的铁线虫 真不想走 马上就要解决这个对手了 收割一位艺人 可是 寺也安静了 且他感受到 那只大蝙蝠 认准他一个人来了 他迫不得已 快速躲避 扭头的瞬间 发现自己阵营的人全没隐望 他既惊叹 又无可奈何 他就知道 遇上危险时 这群人会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果然 第二位艺人出现后 一群人二话不说 马上就隔奔东西 刹那间 就都到天边了 快逃 也就是红秀在远空喊了一声 别人都没吭声 在他们的定义中 带头大哥的作用就是 冲杀在最前 逃跑在最后 嗡的一声 寒光闪闪的银色巨斧落下 天地都被劈开了 这头黑色的大蝙蝠 太惨暴了 王学没有死客 面对两位艺人 他也只能叹气 逃之夭夭 冲进迷雾深处不见 嗯 人没了 遮天蔽日的黑色蝙蝠 很是意外 原本盯上了手握在道 这都能跟丢 巨斧劈空了 福兄 报护法 我受创太严重了 铁线虫开口 肉身崩溃了八成以上 他现在都近乎散架了 他的原神中 各种剑气 刀光 火焰 秩序符文等 都在剧烈闪耀着 是那群特殊的超绝士留下的 黑色巨斧再晚一步的话 他必死无疑 矿 就在这时 拎着巨斧的黑色蝙蝠 刚要降落在海面上 后脑勺突然间剧痛 长矛 扩刀 密密麻麻的仙剑 全都招呼过来了 轰在他的头上 一瞬间 黑斧眼前发黑 震怒无比 王法了 区区一个超绝士 就敢偷袭一人 他的嘴里 发出有形的声波 那是一圈又一圈 黑色的涟漪 轰爆了虚空 横扫这块区域 他怒不可遏 然而 他只看到对方的背影 消失虚无中 王轩嘴角溢出一些血迹 这老蝙蝠真彪悍 那声波莫端扫中他了 让他气血翻腾 颇为难受 巨大的黑色蝙蝠 肉一斩动 比天龙还壮阔 搅动的整片神海 都大浪滔天 还从来没有超绝士 敢这样冒犯他呢 这种遭遇太离谱了 让他咽不下这口气 福秀 你散发的能量太强了 我快要散架了 真撑不住 铁线虫感觉惊悚 别死在自己人手里 他现在的状态过于糟糕 他是谁 黑色巨蝠 阴沉着脸问道 再道 一个腐朽的神灵 真身估计不行了 铁线虫告知 他 黑色巨蝠刚说到这里 身体突然绷紧 瞬间爆发污光 可是已经晚了 扑的一声 他的后脑又中招了 这次伴着恐怖的 光暗之歌绽放 还有通天的全光 横空而过 福王的暴脾气 顿时上来了 肺管子都要炸裂了 他还从来没有 遇到过这种事 一个超绝士 连着两次偷袭他 兽皇拳 铁线虫惊疑不定 有所猜测 难道说 再道在神异之旅中 虽然被兽皇不待见 特别针对 但是真得到了好处 兽皇经很神秘 稍微炼成后 除却无匹的战力外 还有部分隐身特性 能消失苍茫天地中 事实上 那是单一六魄者的特质 可静迷雾中 但外人不知 以为那是兽皇经的 特别属性 不少人回归后 都有些收获 再道可能获得了 部分精华 铁线虫猜测 他的一人之躯 虽然未去 但是却向别人详细了解过 兽皇经 黑色巨服面色英质 他心动了 身为巨兽皇朝时代的 一位巨兽 他投向了对岸 改路了 但是 他从未忘记 初代兽皇如日中天时期的 无敌姿态 一直在惦记起经文 他得到兽皇经下篇 部分精华 轰隆 他们的对话被迫中断 再道老魔第三次偷袭 而且 再次成功打中巨服 当然 这次王轩只是为了激怒他 没有再选择那散发 神秘光辉的头颅 而是给他屁股来了一击 瞬间飙显 事实上 这种伤真不重 但是侮辱性极高 果然 阴沉如巨服 也终于克制不住了 一人赶至无限提升 哪里还会再管铁献虫 不再为他护法 直接追杀那淡淡的背影 王轩时隐时现 没有彻底无踪 就是想引走他 各位 别逃了 快看 带头大哥再道 真敢拼啊 两位一人在那里 他都连着去挑衅 三次下黑手 将巨兽浮王都给击伤了 我们也帮着出手吧 海天一色 远方的天穷镜头 有部分超绝士在张望 在折服 皆亲眼看到刚才那一幕 一群老家伙 躲在足够安全的地方 并未远离 他们深知 哪怕顿走 也得抱团 不能分开 避免被一人逐一击破 所以相继都冒头了 红袖开口 各位 再道大概率想 先杀铁献虫 我们现在帮他拖住巨兽浮王 引发围罗点头 有道理 死掉一个一人后 剩下的巨浮王也不足为虑 再道老祖过来了 他肯定是想请我们困住浮王 陆坡说道 就这么干吧 古神未识点头 一群人难得的快速达成一致意见 主要也是 如果让两位一人缓过来 连他们都会威仪 这关乎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至于亲自去隔杀铁献虫 这种事还是留给灾道去做吧 反正他已经和对方不死不休 应该也不在乎 事后对方会去针对他决定内的真身了吧 一群人很默契 瞬间 王轩赶到 一群人全跳出来了 阻击巨兽浮王 王轩也算是了解这群老怪物 脏活不想干 留给他了 他富匪 一群老混账 不过 他也不在乎 确实想杀回去 捕获铁献虫背后 对应着的不同的大宇宙的非凡道运 王轩远去 冲着铁献虫 杀了个回马枪 事实上 这位一人级的神虫 怎么可能等在原地 他头皮发麻 早就开逃了 不过 王轩和他不止一次接触 可以动用无何有的变化 将自身巨线过去 直接截杀 铁献虫逃出很远了 但是他自身的问题 确实太严重了 根本没有时间治疗 肉身崩坏 原神暗淡 又遇上一个最喜欢袭杀的载道老魔 让他眼前都有些发黑 他觉得 自己要是在巅峰状态 说什么都要按死载道 但是现在 他只想逃 王轩不想浪费哪怕一点时间 手中载道炉出现 内部承载的不是剑光 而是无 有 是 横等杀招 这一次 他的终极杀手锏 全都呈现出来 显然 他必须得除掉对手 融合于一炉的进法出现 自然要灭口 他迅速消失 站这里迷雾中 再倒炉都变形 画成一张纸 承载着各种秘法符文等 轰的一声 铁献虫的头炉 像是个烂西瓜般炸开 承受了王轩的最强一击 他想躲避 都没有办法做到 且暗淡的护体光芒被打破了 元神被凿穿 啊 他居然未死 淒厉惨叫着 元神再次照耀出光芒 王轩不说话 又一次动用终极杀手锏 在道指 直接横飞出去 在其元神中照耀 轰的一声 将那里斩爆 最终 一人铁献虫毙命 王轩迅速在这里盘坐 六魄赶之全开 捕捉造化 徜徉在其背后 对应的模糊的大宇舟到运间 很快 他意识到了什么 这些倒运起初真的很有效 他的倒横在提升 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一切都停止了 早先 他在精神世界渡劫后 吸收各种道运 神游那些模糊的宇宙间 就相当于在五魄领域 苦修85年了 现在积淀自然更深了 此刻 我最起码相当于在五魄领域 苦修130年以上了 初期一人的道运 当真了不得 去除重合部分 还能有这么惊人的收获 他在惊叹时 也意识到一件事实 六魄不能以常理来衡量 哪怕他吸收的道运再充足 神游的超凡宇宙再多也无用 还得如过去那般 靠他自己悟 默默冲关 不过 他已经很满意 收获非常大 他起身 现在肉身和元神 都达到了五魄领域的高峰 接下来的路 需要他想办法开拓 延续六魄辉煌 王轩不动声色 飞向早先的那片海域 据受福王有所感应 猜测到同伴遇害了 顿时逃之妖妖 要不要杀了他 哪里走 一群老怪物断贺 顺风局果然打出了豪情 尤其是看到带头大哥再倒回来了 都更加热情了 战意颇浓 不过 巨兽福王顿数惊人 仅留下一道残影 就快速消失了 王轩无心去追杀 目前道运不能解决他六魄的问题 他需要缓一缓了 铁线虫吗 有人问道 死了 他告知情况 顿时 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 再倒真是太猛了 还真就宰掉了一位艺人 一时间都觉得他 确实带头大哥的风采了 各位 我这支队伍的时间 要到了 得出去了 靖渊开口 他和同伴提供了两种特殊的超凡英子 大致能在这里待上十年左右 事实上 巨兽熊王等人也要到时间了 带头大哥 我们这支队伍也得走了 出去后再去 他们离开前 都特意过来找再到老魔告别 我觉得 咱们也出去吧 初期的艺人进来了 这里不是我们的主场了 银发围罗开口 嗯 早点离场 红袖点头 陆坡与玉腾也都觉得 安全最重要 好 那就一起出去吧 王轩也认为该走了 不成为艺人在这里待着 确实危险了 在神话源头探索了十年 一群人先后离场 从起远海深处出来 而后踏上了龟城 返回超凡界 白帽维罗第一个跑了 转瞬不见踪影 再到老左 咱们回头再去 陆老大爷告辞 玉腾也急速远去 妈 算是我的师父吧 也像是个老父亲 红袖离开前 对王轩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匆匆离去 说是有要事 王轩发呆 然后 喊他说具体一点 你也是借用了他拍摄的 褪色的老照片吧 红袖回首 暗中这样说了一句 似乎真的有很紧迫的事 刹那消失 王轩震惊 麻是首级奇物 而红袖有双重身份 是首级奇物 一直念叨着的六级第一的女儿 她心头波澜起伏 但没在原地久留 刹那不见踪影 两年后 超凡界物质未面巨震 整片大宇宙 似乎都不稳固了 流光一彩 道运汹涌 让所有超凡者 都强烈不安 这是 纪元更迭的时刻到来了吗 怎么可能 这一季才多久 实在太短暂了 世间超凡者皆心颤 第1235章 涛载到老巢 满打满算 这一纪元刚过去一千多年 离两千年还远呢 这就要结束了 所有超凡者难以置信 但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超凡界一日内树镇 有经验的老辈人物 面色都变了 部分真仙 天极 超爵士等 都经历过上一季的 超凡中心更迭期 对这种仙照并不陌生 新纪元竟要落幕了 连一人都在猝眉 他们中有些人活过数季了 每次神话大宇宙改变时 都要拿命去争夺 对这种事 自然更为敏锐 在那过去 连五千年左右的遗迹 都极其罕见 现在进步足两千年 就要到尽头了 超凡界很多生灵惊恐 忘不了纪元更迭时期的可怕 到处都是血与乱 那些往事历历在目 有些人心中的创伤还未养好 午夜时还经常浮现眼前 而新的惨烈又要到来了 历史上 从没有过这样短暂的纪元 超凡中心出问题了吗 很多人皇聚 内心强烈不安 庆幸的是 当日数次聚阵过后 超凡界又恢复平静 很多人长出一口气 希望只是意外 有其他原因 真的不想这么快 就经历神话巨变 来一次恐怖的大迁徙 真圣消失187年了 自从他们远去后 各种怪事频出 这一切都和没有至高生灵 坐镇有关吗 所有人都在猜测 诸圣去了哪里 是否做了某些事 导致乱象分成 这一季 没有至高生灵出手 各族各交争度时 也许不会流血飘路 相对会平和很多 你想多了 一人争生路 同样恐怖 再说 恶灵 邪神 外圣 都在冷漠地服侍呢 其实 诸圣消失的这段日子 一百多年以来 关于绝地生灵的传闻 也渐渐有了 让各方越发心中没底 尤其是 王轩他们进入神话源头的十年里 外界发生了不少事 绝地与复苏生灵的传闻越来越多 让人烧暗的是 无人在超凡界作乱 即便没有大阵营间的对抗 可现实还是无法平静 星河灿烂 如薄烟 四仙雾 王轩正在深空中遨游 以肉身横渡 看着壮丽的星海 他也有些想不通 怎么临近纪元末年了 他从神话源头回来后 低调无比 最近两年在各地折服 不断改换容貌 确定没有人跟踪 这才改回原本的身份 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他就是带头大哥载道 不然的话 会有各种麻烦与祸患 比如 他已经有耳闻 剑仙闻名 万法诸王等 一小群人正在谋划 准备去绝地深处 掏在道的老巢 关于这则消息 他颇为动容 这些人还真要付诸行动 不过 他很期待 该去见一见故人了 两年的折服 他确定摆脱所有尾巴 没有任何问题了 开始快速赶路 现在的超凡大宇宙 随时有可能会被替换掉了 他希望那些熟人安好 做好准备应对巨变 想到这些 他就心头沉重 神话中心更迭 每次都要有血战 为什么这样短暂 初代兽皇说 至高生灵要面对两截 一个和真实之地有关 另一个 则是超凡中心再逃这件事 是谁在追逐 他逃了一记又一记 王轩思寸 最后他摇了摇头 总觉得这一记太短暂 根本就不正常 是否有特殊的外音 很快 他收回思绪 老鹰 老命 最近怎么样在新海中赶路时 王轩联系两个至高打工虫 十二年无音训了 不知道他们怎样了 谁啊 正凡呢 你找错人了吧 我叫商业 因果残和命运禅 颇不耐烦 没有好生好语 许久没见 你们是不是觉得翅膀硬了 王轩沉声道 啊 王老板 对不住 你总是改变通讯工具 刚才没注意是你 两只圣虫太现实了 立刻好言好语 老板 最近我们确实很烦 和莫名的神虫偶遇 对方非说认识我们 热情的不要不要的 说提及我们只是 遗忘了过去 他介绍自己 说刚从决堤中脱困没多久 加入他们 王轩立刻来了精神 给他们下了死命令 必须打入对方内部 然后争取成为 那个阵营的带头大哥 带头大哥 最近 那目光沧桑的老青年 好像提及过什么带头大哥 一群人都想着 让所谓的大哥死掉呢 王轩一听 越发器重他们 告诉两只打工圣虫 有时间会给两虫展现 六破纹理 现在他们两个最好加入对方 有事随时向他密报 老板 你不要让我们送死 现在我们还没加入他们 那个圈子 连外围成员都算不上 这样去当卧底 会死得很惨 王老板 卧底成带头大哥这种事 我们真做不来 两只打工圣虫极眼了 因为他们觉得 那些同级的超爵士 都很危险 王轩道 这一季不行 那就待下一季 慢慢接近他们 记住 一定要自然 不用急着实现 结束通话后 两只虫子面色阴晴不定 虽然他们原本确实 和对岸有关 但是去当卧底 风险太高了 你说 王老板 呸 隔壁老王 他消失十二年 是不是自己混进绝地 那一小撮入室的生灵众啊 照你这么说 他不会混成传闻中 那个带头大哥了吧 这过于离谱了 哈士奇混在狼群中 一段时间还行 但没可能成为狼王 算了 别胡思乱想了 哪天见面 他会看我们的原神印记 又免不了受苦 永迹边缘 绝地 那是一处又一处腐朽的宇宙 在过去相当漫长的岁月里 生机曾经一度衰退到接近无 现在 有部分古老的绝地深窟中 少数人无声地出现 各自眺望远方的超凡中心方向 露出一色 很快 有的身影返回绝地深处 最后 仅有少数几人还在处理 若有所觉 并且 有人自语 神话中心震动 又要更迭了 可是 为什么 我恍若间 于冥冥中有感 似有大物浮现 里面一只苍白的大手推了超凡中心一把 星空中 母宇宙喝茶小组在聚首 地点是在老钟和陈永杰他们 正常开展业务的战舰中 黄大仙黄明 鬼僧 老钟 刘淮安 顾明熙 周青皇 其连道都来了 有些人距离上次相聚 已经快两百年了 小王 你的境界是不是又提升了 我怎么觉得 老张最近这些年都在夺你 青木长发乌黑 呈现一百多年 终于不只是剑仙 也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剑仙了 还行 再抄绝世领域误导 打根机呢 王轩说道 一群人能说什么 周青皇推了推演近况 有些无奈 当年他和顾明熙 可是敢联手对付王轩的人 现在境界差远了 你该不会要成为一人了吧 陈永杰留着寸头 体内生机旺盛 蓬勃血气内脸 不得不说 老陈天纵之姿 一千余岁 已经抵臨天级领域 还有老钟也很猛 丝毫不差 昔日旧土和星星各自的第一人 如今都很强 当然 若是和王轩这种怪物相比 那就没法看了 这一记随时会落幕 我的一人路估计悬了 可能要换个宇宙 王轩摇头说道 我佛慈悲 鬼僧口诵佛号 遥想当年 他可是能够托梦 给凡人王轩的存在 现在根本追不上对方了 老钟 钟晴 还有钟成 一家三双大长腿 现在都恶然 听他这意思是 真要接近一人了 兄弟 咱们当年也是一起修炼过的人 现在你让我情和一看 钟成一千多岁了 也就真仙境界初期 慢慢来 不急 王轩安慰 随后 马大宗师 小狐狸 静地老狐等也都出现 可以说 这是母宇宙一群熟人的大聚会 王轩 机械小熊进入舱门 快速冲来 而后一下子挂在他的身上 曾经幻天人武帅兵的小女孩 如今的乐乐舰长 也跟着出现 喊道 王叔 你们平安就好 王轩笑着说道 这一群人都在古老板阵营 王轩特意和他们相聚 了解情况 让他们做好 应对超凡中心迁徙的准备 放心吧 古老板留下后手 我们这些人都有安排 上面有近十位一人带队 陈永杰说道 古老板是至高圣灵中的狠茶子 他的道统实力非常强 在超凡中心大迁徙中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王轩了解详情后 多少松了一口气 在无人时 小狐狸看着王轩 眼圈微红 道 王轩 我又想母宇宙那些人了 想大巫 想赵赵 想旧土和星星 看得出 他真没将王轩当外人 真性情流露 没有任何掩饰心情的意思 我也想了 马大宗施化成的青年 比过去稳重多了 他在古老板的清训营 见识过各族的天才 如今马超凡变得无比努力 一直在苦修 放心吧 我们早晚会回去看一看 王轩说道 只要实力到位 只要他成为至高生灵 没有什么不可能 超凡中心更迭 希望我们都能顺利度过去 不要跟不上脚步 老死在这片宇宙 钟情在低语 昔日 他和自己的弟弟忠诚 是被老钟推着轮椅上路的 等待古老板最后一次 光顾母宇宙 接引猎先 放心 都没事 谁要是掉队 到时候我来找你们 王轩说道 前提是他还能发现 这片宇宙的动态坐标才行 王轩找到陈永杰 将从神话源头采摘到的 可以帮人悟到的神花 暗中给了他一朵 让他以此花为中心 布置小型道场 不要泄露给外人 可邀请故人一起修行 相聚总是短暂的 离别时 众人都各自不舍 在后挥手 但王轩还是毅然远去了 一是他的身份过于敏感 在一地久留 若是暴露 很容易引来巨大麻烦 二是 他要想办法早日遛破 只要他的境界 能提升到真圣领域 未来不管是所谓的真实大战 还是让超凡中心 一直在逃的未知 他都不出 再到老皮肤 必死 新海中 一小撮生灵巨手 正在研究 怎么击毙再到老魔 从神话源头出来两年了 复仇者联盟始终很窝心 各自的胸腔中 都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剑仙闻名 万法诸王 宣旨 真不缺少响应者 他们进行过各种分析与推演 确定了老魔的身份 他们已经数次通过特殊渠道 向真身传递信息 他们能联络到的高手真不算少 毕竟 当初被载到老魔打爆的人 击毙的人 还有被砍断长腿的受害者 着实容易共情 可以同仇敌看 真身那边确定了 烈日妖神这位变异的强大神灵 也会参与 巨兽浮王 道县虫王 各自的真身都在磨刀祸祸 从人手上来看 已经足够了 受害者再加上呼朋影伴 他们纠集了一小群顶尖强者 他们认为 真身那边准备很久了 应该快动手了 半年后 勇纪的边缘 恐怖的掘地 今日有了动静 一小撮至高生灵 不知道什么时候聚在一地 已经上路 才到 诸神古老时代的一位神灵 曾经很强 擅长阴阳 光暗 生死等成组出现的对立大道 在路上时 他们的心中 还在浮现老魔真身才到的种种信息 以及在私存着各种方案 该怎么针对 烈日妖神开口 谨慎一点 虽说他身陷绝地中 沉寂太久远的岁月了 九成是腐朽的不成样子 可万一蜕变成功呢 他显照本体 金屋的头颅 黄金瓢虫的躯体上 十四粒银色斑点 流动着莫测的气息 问题不大 历代以来 这里都没有什么大动静 我估计他是不行了 经过超凡中心那边的调查 他连一人之躯都没有重塑一个 只有一个超绝式躯体 再到 回归超凡中心 若非兵临死境 实在没有真血了 他怎会如此 他们有所耳闻 才到当年很狂 和诸神时代某位神主叫板 结果都不用谁都描述 那一位老魔神 才到非常惨 也就是 在那一战过后 诸神时代的老刺头 才到低调了起来 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动静了 一度被认为 郁郁寡花王 再到老魔 你以为这么多纪元过去 我们追溯不到 你真正的跟脚 老东西 扒了你的龟壳 挖了你的魔窟 我们要让你显踪而出 不就是诸神早期的刺头才到吗 灵静了 各位 不要有元神波动了 准备将老魔神掏出来 一小撮至高升灵准备出手 打爆古神才到